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OK 各位小伙伴大家好 我是Sync11年 本期还是一期手机云台的节目 在之前的一期手机云台的节目中 我给大家介绍了一只性价比非常高的智能手机云台 就是这只浩瀚的iSteady X智能手机云台 然后在今年的4月12号 浩瀚公司又推出了手机云台的升级版 也就是我手上的这只浩瀚的iSteady V2智能手机云台了 那这只升级的V2云台 相比之前的iSteady X有什么区别呢 我们来看一下吧 那手柄的外观设计上和之前基本没什么区别 它的基本功能都是相似 那这两个云台最大的区别在哪呢 对 就是在这个地方 我们打开看一下 那设计到这个云台的使用 比如像云台的基本操作 岩石摄影 稀稀可可 盗梦空间 大家可以看我之前的iSteady X的节目 这件功能是差不多的 那我今天组织要讲的就是这个 VR云台的一些特别的功能 也就是我觉得它最有亮点的两个地方 一个就是AI的摄像头 一个就是这个美颜的补光灯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摄像头的功能 我们按一下顶部的按键 打开AI视觉传感器 然后补光灯闪了一下 这个时候就启动了 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通过手势 来控制这个AI的传感器了 当我比一个OK的手势 绿灯亮 这个时候人脸跟随就启动了 我不管再怎么动 云台都会紧紧的跟随着我的人脸 因为这个是云台自带的这个人脸跟随 所以呢它和你用什么手机啊 以及你手机上在使用什么软件啊 它是没有任何关系的 在以前版本的云台中呢 你只有在手机上打开这个云台的APP 才能在APP中使用这个云台 来跟随你的人脸来进行运动 那这种情况下如果你比如说正在开直播 或者说你想使用这个相机自带的这个摄像头的话 就很难操作了嘛 那在现在这个版本中呢 因为它这两者是分离的嘛 所以不管你在使用什么软件 不管你是在直播 还是在使用自带的摄像头啊 这个机器都是能通过这个自带的AI的视觉传感器 来跟随你的能脸来进行运动的 我觉得这一点是非常不错的 甚至于当你这个云台上没有架上任何东西 它也是可以跟随你来进行运动的 所以我在想你是不是也可以把一个 比如说运动相机放在上面去 让它可以实现这种跟随你记录的这种效果 当然你可以通过手势来关闭这个智能跟随 我们只要对着摄像头摆出 Note的手势 那红灯亮这个智能跟随就停止了 这个时候呢 机器就保持固定不会再跟随你的 OK 好打开 跟随 这个手势的操作也是很方便的 我觉得 当然这个AI摄像头它不仅能识别这些手势 它可以识别其他手势 比如说拿我两手 伸向摄像头向右 切换竖屏 向上 横屏 竖屏 横屏 那我们继续讲这个云台 第二点 我觉得升级非常好的地方呢 就是这个 LED的美颜补光灯 因为我们拿着这个云台进行直播的时候呢 可能会有一些明暗场景的切换 或者说在晚上进行直播的时候呢 这个时候我就不得不在其他地方附带一个 这种外基的LED的补光灯 就会导致整套系统非常的繁琐 那像它这样把这个LED补光灯 自己镶嵌在这个云台里面呢 那使用起来也是非常的方便的 我们只需要按上面的按键 就可以切换不同明度的LED的补光灯了 我试了一下 在晚上使用的时候 这个LED补光灯的补光效果还是可以的 各位小伙伴们大家好 我是摄影师一念 欢迎来到我的直播频道 那以上呢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 大家觉得这个新升级的浩瀚 iSteady VR云台怎么样呢 如果觉得不错呢 不妨在弹幕里打一个1 那我感觉它的这些新升级的功能 比如说像这个AI的摄像头 以及这个LED的补光灯 可以说已经走在行列的前列的 甚至我觉得像这种AI的智能设计 很多做相机云台的厂家 你也可以参考啊是不是 为什么我一定要把我的相机 连上我的相机云台 然后在我的云台上 费力巴拉的操作半天 然后才能打开我这个云台 这个跟随的这个功能呢 而且有些云台和这个相机 它的兼容性可能还不是很好 甚至连不上 这会导致我的后期拍摄 出现很多人为的困难 那现在自然是一个智能的时代 为什么不在你的各种云台上 都加上这种智能的功能呢 那我觉得浩瀚走出了 这个手机云台的第一步 加进了一个不需要任何外带的设备 就可以进行跟随的这么一个系统 大家如果觉得它不做呢 不妨去留意一下 那行 我是摄影师经验 后续呢我也会带来更多 这种云台啊 LED灯啊 这种配件相关的节目 大家感兴趣的话 不妨多多关注评论转发吧 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啦